台中市金发局委托经营大学在东协广场二楼设置跨境体验示范基地 协助青年创业 成立两年多来获得不少成效 最近为了扩大幅范围 还特别跟全球电商龙头合作 设置了全台首座跨境电商体验中心 希望帮助企业开拓更多的国际市场 另外还开办了中区长青学院 让社区的长辈健康乐活 活络地方发展 一起斗检 众人手持精简合力剪开彩带 宣告台中市劳工局与靖宜大学 正式与全球电商龙头合作 要在东协广场二楼打造全台首座 跨境电商体验中心 希望帮助企业开拓更多国际市场 让我们这个中心 它当成是我们台湾很多对于我们网路这些 网路化的这些产业 能够来当作一个学习的一个中心 市府表示这座跨境电商体验中心结合产观学资源 除了提供五大面向的企业课程 还推出一对一交流咨询服务 希望推广中部企业加速电商转型 让台湾品牌行销到全世界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专业的这个知行的辅导的团队 来一起帮忙这些有心创业的年轻人 那让他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透过专业的知行跟辅导让他们能够更顺利 好 吸气回来 再一次吐气打开 除此之外 静怡大学这次也承接中区区公所计划 开办长青学院课程 目前共开设十二门课 吸引四百多人参加 提供影法长者学习技能 健康乐活 我有练过核心肌群 也有去上过排舞班 我是觉得我们年纪虽然大 还是都要走出来这样子 第一堂课我觉得很充实 很开心 很兴奋 有一种快乐分子 一直这样子心情很好 因为在家里无聊 学学英文也不错 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 跟一些的活动 我相信会让我们台中市的 市民有更好的 这个所谓的学习的机会 跟这个空间 那静怡大学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给这些的长者 静怡大学也表示 当初与市府金发局 在东协广场二楼 设置的跨境体验示范基地 两年多来获得不少成效 如今在各方资源益助下 服务范围更加扩大 不仅让这座基地变得更丰富精彩 同时也为地方发展带来新奇迹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